你要簽進入工地的時候要簽安全講集的委會告知單 然後還有簽導表 然後這邊是安全管制區 然後進入工地的話要配戴安全保護器 開始了 OK 好 我們現在呢帶的地方是淡海輕軌的宮區 那因為他這裡有通電的關係 所以他剛才是在跟我進行安全宣導 那安全訓練結束之後呢 我現在要來著裝 那你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來這裡的話一定要戴上第一個是安全帽 謝謝 第一個是安全帽 來到宮區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戴上這個工程帽 那第二點呢就是要穿這個訪官背心 謝謝 然後剛剛 剛剛同仁有跟我說 你要貼貼紙對不對 進來的時候要貼識別的貼紙 對 都會有不一樣的顏色 貼了 在哪邊 因為他這每天要管制人流的關係 所以他每天會貼上不同的貼紙 那現在安全帽有了 背心有了 貼紙有了 我們進去吧 謝謝 今天呢特別帶大家來看大海輕軌的宮區 那首先我們趕快來車頭這邊 這個就是大海輕軌了 來 OK 我們今天特別安排了一個 這是我們大海輕軌的圖主任 現在已經是圖鎮公 是的 哈囉 大家好 主席 那今天呢 剛剛那個同仁有跟我說 我們進來要特別小心 所以到底是哪裡有電 現在有電的地方是在我們上面架空線 那架空線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主吊線 這是它的接觸線 那事實上這上面有大概750伏特的直流電 那所以剛才管制上是提醒大家說 以後事實上我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 未來是一個路口 那這個路口表示會有一些車輛經過 那這些車輛經過一定要注意它的高度限制 一般我們車輛的高度限制是大概4.2米 雖然我們這個架空線已經高達5.2米 不過當有一些超高物品要載送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申請路權 那軌道的部分 軌道的部分事實上這是正回流 這是復回流 事實上會有一些復回流電 不過事實上我們都有一些安全的裝置 所以事實上這都是安全的 可以摸 對 OK 一般民眾後續一直沒有 沒事就來 我只是確認這是安全的 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先知道了 進入宮區要小心這個有通電了以後呢 現在我們就可以盡情的來看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我們大海輕軌的列車了 哇 我必須先講一件讓我很感動的事情 其實呢我去年呢就有看 我第一次跟這個圖主任認識的時候 就是我們兩個一起去看這個大海輕軌的列車 當時這個列車呢 它還只是車殼而已 現在它已經組裝好了 而且它會跑了 那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我們一起過來看一下 只是我 我看到它滿漂亮的 但是我有一點小小的疑惑 就是 為什麼要貼這個 因為我們目前這邊還是公區啦 那這個公區 事實上除了這個 我們今天要做的一些車輛的測試之外 還有非常多的工項也在施工當中 那為了避免它在測試的時候 車輛在測試的時候 會發生一些 例如說其他工項在施工 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小石頭噴到啊 所以我們還是要保護這個車輛的完整性 OK 我比較好奇的是 我原本以外行人的角度來想像 就是不是應該是這裡整個都做好了以後 車子還進來跑 像是之前的捷運都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它現在就在這邊呢 是這樣子的 因為以前的捷運大概都是 一個步驟接一個步驟 就一棒接一棒 可能我們土木做完之後會換軌道進場 那軌道做完之後會換機電 耗製設施進場 那最後才會把我們 跟國外定製的車子拉來現場做測試 那我們目前因為大海輕軌主要是採用統包的方式 那我們是邊設計邊施工 那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先天的條件 可以把這個車輛在我們還在 已經施工完成一個比較完整路段之後 先來現場做一些測試 不管是測試車輛的這個軟硬體 還有現場的軟硬體 如果我們發現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馬上回饋到我們的設計端來做調整 OK 我在這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大海輕軌呢 其實它有一個 我們今天為什麼特地要帶來看 其實它是一個國車國造的第一列車 那這個車子呢 其實它不只是跟新北市有關而已 要特別跟大家介紹這個 我上次呢 跟他見面的時候 工程人員有特別跟我介紹 這個車殼 它其實 你猜它是台灣什麼公司做的 有人知道嗎 我們等一下 有沒有人會知道 這個車殼 它呢 是在南台灣的一家公司做的 有人回答嗎 好 那我來解答 它其實呢 是南台灣的一家遊艇公司做的 這個做遊艇的拿來做列車 那它呢 其實在台灣很多中小企業 他們都有掌握很多獨門的技術 那它就它沒有實機 那沒有實機就很難跟大家表明說 它沒有專門的技術 所以像這一次呢 國車國造 我們的這個車殼 是南台灣的一個遊艇公司做的 那其它裡面呢 還有很多國車國造的小零件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一起 進去看一下吧 來 OK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今天準備要測試的車輛 那事實上我們在上車之前可以先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邊特別的低 我們未來會非常的好上去 我們這邊離地面大概只有35公分 那未來事實上跟月台會都是齊平的 那可以方便很多這個無障礙的人士可以上下車 那因為我們現在準備要開車門了 那 我就先把車門打開 是用按的 是的 因為很抱歉我們現在這邊有保護套 所以看不到這個按鈕 好 來 歡迎 哇哇哇 歡迎歡迎 歡迎歡迎 一起來吧 來來來 沒關係 給主任拿 那我們進來 我們現在進來到車廂的內部了 那 事實上這個車廂內部可以發現說 大家可以 鏡頭可以帶一下那一邊 我們可以發現說 事實上這個整個車廂的透空性非常大 主要是因為我們採用這個 剛才跟大家介紹的底底盤的這個設計 我們把所有的空間都給放大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 我們是不是先來進行我們今天的測試的介紹 那事實上我們大海輕軌的車輛從 拉到現場之後 事實上我們大概做了7個大項的這個測試 27個小項的這個測試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資訊螢幕 還有 螢幕是這個嗎 是的 資訊螢幕的測試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的燈光 還有等一下我們要測試的牽引動力 還有煞車系統 那還有一些 例如說是 車輛的耗製 這個我們都 我們事實上每天都在做不同的測試 那我們可以先坐一下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啊 我想坐那邊 我想坐那邊 我們再回來這邊看一下 剛才進來我覺得滿興奮的 這個 OK 這個是 就是 做墊嗎對不對 我想要坐高一點的 我腳比較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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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座椅喔 它的外框是鋁合金做的喔 那事實上 可能因為你們還沒有機會搭乘喔 所以可以摸一下 我們可以請主持人摸一下 這個是剛跟我們一般傳統的捷運 事實上有點不太一樣喔 我們傳統的捷運事實上都是FRP的材質 事實上可能會比較冷冰冰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這邊是用人造的皮革 那我們為什麼會用到人造皮革 主要是因為 我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用淡海輕軌的這個計畫 是以編織夢想的方式 來替這個所謂的淡海居民來做這個設想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人造皮革 在冬天如果居民要回家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個人造皮革 得到一點溫暖的溫度 而不會是冷冰冰的感覺 你可以試試看 有時候搭捷運的時候 像是夏天啊 女生有時候都會穿那種短褲嗎 然後你坐下來坐椅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冰冰 不會 然後其實我發現 他的這個鏡子 這不是鏡子 這窗戶 是的 那事實上是有點落地窗的感覺 那主要是因為這輛列車 事實上除了這個運輸之外 還有一點點觀光的功能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大面積的這個 這個類似落地窗的感覺 讓這個民眾在搭乘 不管是我們綠山線還是藍海線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個大屯山啊 可以看看淡水河啊 那可以帶著很愉悅的心情回家 或是去做觀光旅遊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裡面好寬敞喔 沒有錯 有挑高的感覺 沒有錯 因為我們這邊是採用低底盤的這個設計 那我們把所有的設備 不管是牽引動力 還有電池 離電池都裝在車頂上 那所以你會看到我們上下的空間是非常的大 對 我想幫大家示範一下我是170公分 這樣打開 都很寬敞 OK 對 對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再往前走 那往前走我們可以走到這個地方 事實上不只是高度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我們的寬度也是非常的寬 我大概是187公分 187公分 哈哈哈哈 那你先試試看 你看 臂展也是大概180幾公分 可以發現說我們這個走道的這個 車間的這個走道的寬度 跟我們一般捷運有點不同 一般捷運可能都是大概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事實上除了很寬敞之外 除了它的扣風性之外 是讓我們更多的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會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剛剛有大家一起進來 我們幫大家簡單介紹這車子的狀況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進入這 這個是測試 測試的階段 我們過來一點好了 好不好 我們來 要準備進入測試階段 那第一個呢 我們今天會做的測試是 牽引動力測試 那第二個呢 是煞車系統測試 那我們現在就要直接來進入 我們這次直播的最精彩的部分 我們今天去車頭看一下 OK 我們現在要去的就是 大海輕軌的車頭指導駕駛艙 駕駛室 我們先讓我們的粉絲趕快來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大海輕軌的駕駛艙 那我們請我們的駕駛跟大家 say hello 嗨 大家好 這個就是目前是大海輕軌的駕駛 那司機員的所有的操控界面 可以看到都是一隻手可以去操控的 那這邊的話 大概主要設備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這裡去監控車子裡頭的各個狀況 包含電源 然後還有車門的一些開關門的狀況 然後我們這裡有一些攝影機的 攝影機的那個錄影情況 那比如說如果緊急狀況的話 有人按緊急按鈕的話呢 他就會去放大顯示說 這最近的攝影機在哪裡 那司機員他可以立刻去做反應 立刻去做處理 那這邊就是我們最主要的加緊事件 我們都是在這裡執行 我們可以決定車子要前進或是往後煞車 都是在這裡操控的 那所以透過剛才這個駕駛員的介紹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開始啟動我們這個車輛 那事實上我們在我們啟動的同時 事實上我們也有這個相關這個 整流器的這個廠商在後面 事實上他們拿著Notebook 事實上等一下準備收集 列車開始行駛之後的這些 不管是馬的轉距或是持通指令的這些參數 希望把這些列車啟動之後的這個 的這個參數可以帶回去公司裡面做一些 數據分析 讓我們這些不管是車輛在行駛中 上下坡加減速的這個性能 可以達到最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啟動囉 喔 又出發了 又出發了 哇 哇 對 那這個目前是我們這個駕駛艙的視角 各位網友可以看一下 蠻快的耶 而且蠻平穩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噪音的這個問題 看有沒有什麼聲音 沒有耶 很安靜 很舒服耶 好 那我們現在到了下一個路口 那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現在螢幕的左手邊這邊有一個 三個直立式的燈喔 那這三個直立式的燈喔 主要是這個給駕駛員看的這個耗置喔 那實際上這個耗置的這個狀況是可以這個 繼續往前行駛的喔 那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應該已經收集到相關的參數 所以我們請這個駕駛員先在這邊停車齁 那我們等一下 做掉頭的動作齁 那事實上我們在做測試的時候 呃 我們要掉頭行駛的時候 必須先把這個車廂的這個 電源全部關掉 我們要到另外一個駕駛艙去齁 做這個列車掉頭的這個動作 好 那我們 那 好 那我們就先讓駕駛員 OK 那我們現在先請 先讓這個我們的粉絲們 再好好看一下這個整個車體的結構 那我們就慢慢的往前 慢慢的往前 這就是說我們淡海輕軌的列車 那剛剛呢 主任有提到說我們在收集數據 那現在這個 欸 Joe 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哈囉 那這就是我們目前在收集數據的這個 非常專業的工程師 他叫Joe 他叫做Joe 他也是新北市人 住在林口 林口的Joe 對 那今天參數收集的還OK嗎 還OK啊 OK OK 好 謝謝 辛苦了齁 這個線是 這個線目前是他把它接到這個整流器上面的線 那這就是他這個訊號的傳輸線 傳輸到他這個notebook上面 對 那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事實上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是我們 車中間的這個扶手 那這個扶手事實上跟一般傳統捷運的扶手 也有不太一樣的地方齁 我們傳統捷運事實上是用不鏽鋼的啦齁 那我們這個也是鋁合金 那當然 不鏽鋼或不鏽鋼的強度 那我們鋁合金事實上除了保有一定的強度之外 事實上大家可以摸一下 到時候大家搭乘的時候可以摸一下 我們這次做過霧面的處理 所以事實上是非常的舒服的齁 對 可以感受一下 好 那我們剛才進行的第一段是牽引動力的測試 那現在呢 駕駛已經從這邊 他已經移到前面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就是煞車系統的測試 那我們就往前走吧 那我們請粉絲可以再好好的看一下我們這一次的車廂 他呢 剛剛有提到的 他是低底盤 所以呢 整個車子會有挑高很寬敞的感覺 那他的大面玻璃呢也可以讓自然光透進來 採光非常的好 那現在大家可能會覺得沒有這麼好的原因 是因為就像剛剛我們說的 運行的時候 他的陽光就會自然灑下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淡水的夕陽 淡水的風景 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走到了我們的駕駛艙 那我們再請我們 我們再介紹一下 事實上除了剛才這個施婷講的這個 落地窗子 這個緊急的急迫起 我們在每一個窗戶都事實上都是我們的逃生窗 那未來發生的一些緊急狀況的時候 事實上可以來做一個逃生窗口的使用 那也可以發現可以帶一下我們這個整個車體的這個燈光 事實上我們全車是採用LED燈 那除了這個可以達到輕量化之外 也可以達到節能的效果 對 那事實上這邊還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的資訊螢幕看板 旅客資訊螢幕看板 那未來這個資訊螢幕看板 除了可以提醒說你到了哪一站之外 那可能到了哪一站之後 可能我們需要回家做一些轉程的這個設施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在這邊 有一些公測的轉程資訊 可以讓你很有效去掌控自己的時間 因為有時候 現在這個都會化的生活時間就是金錢 對 我想要特別問問看大家 因為其實我還沒有去高雄搭過輕軌 我第一次搭的就是我們的大海輕軌 想要問看有沒有粉絲是高雄人 或者是你有搭過高雄輕軌的 有沒有感覺到有一些不一樣 我剛剛才知道 我剛才跟這個工程人聊天才知道 原來我們台灣的輕軌呢 除了正在往國車國造的這個方向邁進之外呢 我們的輕軌也都是可以客製化的 所以你在高雄搭過輕軌 你到時候也可以來淡水搭搭看 那你在淡水搭過 你也可以到高雄去搭搭看 因為其實不同的輕軌它是客製化的 所以像是剛剛我們講的挑高 或是低底盤這個 就是跟高雄的不太一樣對不對 事實上輕軌的客製化 有時候也不一定是 除了主持人講的這些以外 例如說像我們客製化是像 淡海事實上它是一個領海的地區 像我們客製化的項目例如說 事實上我們針對於車體的部分 我們會有特別的防時處理 那還有剛才我說我們因為低底盤 我們把一些牽引動力 還有我們的鋰電池 都放在車頂上面 事實上我們也考量淡海的這個 下雨的這個狀況 我們還讓它有這個相關的防水等級 像我們的牽引動力的這個設備 有防水等級到達IP65 IP65是多厲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手機廣告 把這個手機丟到這個水裡面去 那事實上差不多就是那個等級 事實上是主要是要確定 我們這個牽引動力可以 遠遠不絕地供應我們列車使用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這個列車已經啟動完成了 那我們是不是 是的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測試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模擬說 限速10公里的這個狀況 列車如果加速超過10公里 它必須要有一個訊號 接收到我們的司機員這邊 那另外還有這個我們會模擬 一個 osithan 2 abe 勢 3 3 2 5 6 2 3 6 5 6 那這個就是確保說 列車在行機過程中 萬一是不會去移動 因為系統干擾的關係 所以在剛剛有一段沒有聲音 那我們再請著駕駛幫我們補充一下 剛剛那段我們是在做喔 剛剛我們那段做的是說 做一個列車耗製系統 我們車子跟軌旁耗製系統做一個互動 那比如說現在這個區段它限速10公里 那我們車子掃到感應值之後呢 車子要能夠自己把車速降到10公里以下 那第二個第二階段是做緊急煞車 比如說車子已經不允許再繼續前進的話 那我們掃到感應值的話 車子必須要能夠做一個緊急煞車的動作 那剛才在這個過程中的話 錄影中應該有看到說 我們車子有先自己降速 然後第二階段就是自己的緊急煞車的動作 那這兩項測試目前都是成功的 OK 簡單來說 就是到時候我們輕軌上路之後 剛才大家應該有注意到 我們不像是捷運 它可能旁邊會有一些柵欄 或者是一些防護措施 我們簡單的呢 是其實這個輕軌是跟民眾很貼近的 那我們也要以防萬一到時候有任何的意外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在測試的就是說 你在行駛過程中 你有沒有辦法在多少的時間內 把車子停下來 那目前我們的測試 就是煞車系統測試呢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跟粉絲說聲不好意思 剛剛聲音有點問題 那我們現在呢就準備來進行 好 那我們目前列車準備要進到我們未來的這個淡海新市站 淡海新市政站的這個車站 那我們等一下會在這邊先下車一下 那我們順便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這個車門系統 那現在看到我們這個車門系統 事實上我們當我們發生緊急狀況的時候 除了剛才的車窗急迫器之外 我們這邊也有一個緊急的這個把手 事實上把它往下拉 車門就會自動打開了 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 不好意思 剛才是緊急煞車 所以有點晃 那我們目前可以 由我們自己來開這個車門 可以感受一下 這個呢 等一下再按好了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其實也是這個輕軌很特別的 我們先請圖主任幫我們講一下 它這個設計是 事實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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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個做控制 那因為我們輕軌車輛 有一些生活習慣的問題 由這個我們自己來決定 我們要不要開這個車門 那當然這個開不開這個車門 由我們自己決定 事實上有一些好處 例如說像夏天的時候 常常開車門可以 常常開車門會浪費能源 那冬天的時候開了車門之後 冷風會灌進來會非常 會灌進來很不舒服 像淡水很冷 對 那我們現在可以試試看這個開車門 來喔 試試看 OK 誰 城門打開囉 得吧 好 那我們現在到了我們這個淡海新市政站 目前這個月台的這個工區 那我們事實上可以再回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列車的底盤 跟我們未來的這個月台的高度 事實上是齊平的 那現在還沒有到很平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裝修層還沒做 到時候做完之後 事實上就是完全無障礙空間可以直接 直接可以上去 對啊 啊 事實上不用擔心 事實上 我們這個車門事實上都有自動的防夾裝置 所以這個是不用去做擔心的 那我們未來會營造一個非常友善的行車空間 我們這些很貼心的設計主要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 對 好 那事實上可以 可以走了 來來來我們先讓大家分 讓粉絲看一下我們這個列車 哇 好 車子開走了 那我們現在繼續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這個車站 請主持人繼續幫我們介紹 好 那前方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現在車站還在施工當中 那我們整個淡海輕軌的車站 大概都是採用剛構的這個車站 那這個剛構我們大概都是採用白色的這個剛構 那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會講這樣 對 這邊是未來淡海新市政的這個市中心 那我們的車站都是用比較輕巧性的這個剛構來做 那主要是淡海輕軌是用一個 用這種線條來營造出一種這個編織夢想的這個感覺 那這個夢想事實上會跟我們現在也在策展的這個吉米的主題 事實上是可以相呼應的 所以吉米它的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說 淡海輕軌整條都是吉米的作品 所以包括以後這邊也會放吉米的作品嗎 對 可是這個要先跟各位網友賣個關子 因為到時候我們吉米的作品 可能在某些車站會有一些擺放 那像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會去想辦法 讓它這個編織夢想的感覺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因為事實上這個吉米的作品叫做 閉上眼睛一下下嘛 那除了可以達到這個休息休憩的感覺之外 我們真的是希望可以讓每個人的夢想都可以來成真 好的 那接下來我想要請教一下 剛剛車子在開過去的時候 我覺得聲音很小 很舒適 那是我們有做什麼消音或是 事實上我們車子開過去 我們車子開過去的聲音會比較小 主要是因為我們軌道的樣子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軌道的完成面 是這個樣子 這跟我們傳統有扣件式的軌道事實上是不太一樣的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手上這個斷面 那我們手上這個斷面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目前軌道的這個 這個很斷面圖 那我們可以看到出來這就是我們的鋼軌 這是我們的槽型鋼軌 那旁邊這個黑黑的 對 它旁邊這個黑黑的就是我們彈性包覆材 那我們傳統是用扣件的方式來固定這個鋼軌的這個位置 什麼是扣件 扣件就是 沒關係這個可能就是我們 你可以搭台鐵的時候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枕幕旁邊會有一些類似耳環的圓勾勾 是 把它扣住 可能要仔細一點看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這個來取代傳統的扣件 而且我們是用滾泥土面 把它做的跟未來的AC路面齊平 那這個目的主要就是可以減低噪音跟降低震動 所以剛才可能列車開走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會發現說 好安靜 都沒有什麼聲音 對 那我知道 因為我們以前看台鐵軌道它是凸出來的 是 那你這就是等於把 用這個把它包覆起來 所以聲音也都吸收了 是這個概念 因為傳統如果是用扣件它可能會這樣震動 那我們現在是把它給包覆住 那這個是彈性的 它事實上 彈性的這個包覆材 它是一個合成材料 它可以去有效的吸收噪音跟這個意識震動 OK 好 那我想要再問一下 剛剛我有特別注意到就是 這個 車子 嗯 車子上面 車子上面嗎 我們待在這邊看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車子上面呢它有一個 你剛剛有介紹過這個上面這個 架空線 它是不能摸的嘛 就是以後車子要小心碰觸 可是這個架空線好像是歪歪曲曲的耶 它怎麼不是直的 這個歪歪曲曲 這個歪歪曲曲不是我們施工誤差啦 主要是因為這個叫做支製型 因為 因為我剛才有跟大家介紹過這個 主吊線跟這個接觸線 事實上我們這個電力系統 是從車子上面會有一個極電弓 它會把這個弓升起來 接觸到這個接觸線來提供它電源 那事實上這個電源透過這個接觸線來傳遞之後 事實上它如果在一個同一個點一直刷的話 它那個極電弓上面的碳刷會很容易損耗 所以當我們把它做成支製型的時候 它就不會摩擦在同一個位置 這可以降低損耗 這事實上是可以一個降低成本跟一個節能的這個做法 好 那我們可以請車子再開回來 然後讓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極電弓 我其實有一點聽不太懂什麼是極電弓 那等一下車子開回來我們就可以仔細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這一次整個軌道系統 還有我們在做捷運的時候 很多的小巧思就藏在這裡面 那這其實可能只是工程人的一小步 我們一般民眾都不會發現 也沒有這方面的背景 但是其實他們這樣子的微微小小的改變呢 就可以累積台灣 整個台灣在軌道產業的能力 那慢慢的改變 然後國車國造就在不遠處 那我們現在呢就等車子再開回來 而且車子的燈很亮耶 它就是LED燈嘛對不對 對 它是LED燈沒有錯 那... OK 好 那沒有關係 那我們事實上可以再往前走 那往前走的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後面那邊 就是我們可以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事實上可能會有很多網友 他們希望未來那個駕駛員的耗製 那事實上可能很多網友 會有人問說他可不可以當駕駛員 那事實上未來我們這個駕駛員的資格 我們目前還在擬併當中 那不過通常只要通過一般的這個駛員 體格檢查 那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基本的這個標準需求啊 事實上大家都有機會 來做這個駕駛艙 來當這個駕駛員 好的 那我們的直播呢 到今天差不多也... 到這個部分呢 也大概介紹完了 今天一開始就幫大家介紹了 整個大海輕軌的車子 然後我們也進到車廂裡頭 來看到這個車廂裡面 有低體盤跳高的整個感覺 那剛剛呢我們也做了 輕引動力的測試 還有煞車系統的測試 那最後呢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整個車站體 還有我們的這個軌道 對 還有架空線 對 那現在呢我們要來回答這個粉絲問題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今天請到的呢 就是專業的人員 要來幫我們回答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喔 粉絲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大海輕軌的工程進度 我們目前的工程進度 大概是56%左右 那這個工程進度 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的目標 是大概希望在明年 就是107年的年底 可以來整個來做個完工 那事實上除了這個完工之外 我們也希望在今年年底 可以把這個我們淡金路上面的圍裡 來做一個這個 這一個往回退縮的這個作業 我們希望把這個淡金路 因為我們事實上在這段施工 事實上造成這個淡水地區 這個交通黑暗期 有一段時間了 那我們希望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淡金路 恢復成雙向三車道 讓這個行車空間還給這個用路人 對 我們現在目前回答粉絲的問題 我們的工程進度是56% 那大家應該最關心的是說 那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完工 什麼時候可以通車 對 我們完工的時間 我們完工通車時間 我們是希望可以在107年的年底 那我們事實上這個整個施工團隊 一直在往這個目標 來做這個邁進的動作 那所以事實上我們這個 今天做的這個測試之外 那我們後續還會針對 針對這些什麼列車的穩定度 還有舒適度 在我們現場的工程完成度更高的時候 我們會來做這些測試 OK 剛剛粉絲問的 什麼時候可以完工通車 就是在107年年底 也就是明年底 對不對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想問一下說 為什麼那個高層絕對沒有電磁線 然後淡海清潔有一個問題 OK 就是應該就是剛剛 剛剛大家看到的 剛剛大家介紹的這個架空線 好像高雄輕軌沒有所謂的架空線 那我們大海輕軌怎麼會有呢 對 那這個網友可能非常的專業 他希望來比較兩個這個輕軌系統 那事實上高雄輕軌 他是採用無架空線系統 那他是採用超級電容的這個方式 那當然這個超級電容 他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 他列車到戰之後 他還是會有一個充電的這個設備 會再跟這個列車來做這個連結 然後把這個超級電容來做充電 那我們淡海輕軌是主要是採用這個架空線的系統 那我們的車上也是一樣會有這個離電池 來當做這個車子的這個動力設備 謝謝 OK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直播就到這邊 那車子也進站囉 最後再大家來看一下我們的淡海輕軌 這台夢想的列車 台灣國車國造的希望 OK OK 那最後呢 我們就要準備上車囉 跟大家說再見 我們再上車吧 還可以開嗎 還可以開嗎 可以開 是嗎 可以開玩笑 可以開玩笑 可以開玩笑